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又到了我们周报时间了 我们来看3月30到4月5号 这一周星象如何 各位如果有看我的运势书 你就知道了 我一直说3到5月 3到5月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一个 创造历史的时间点当中 在这一周呢 也是有重磅星象来袭 那重磅星象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 春分的白羊星座季节 水星在双鱼座 它也跟海王星要合相了 那此外呢 更重要的是摩羯星群 我们有火土合 然后也有牧民合 这两个重磅星象出现 火土呢在周三开始相合 不过它是合在水瓶座 而牧民合 它合在摩羯 在周日登场 所以我们光是这两个星象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一周一定有很紧急 很紧张 或世界各地呢 还是不断不断的有一些失守啦 或者是群众的一个反应 很激烈啦 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喔 那火土合呢 4月1号 明明是愚人节 大家应该要很开心的日子 可是我们可能更感觉到 不能开玩笑的重要性喔 那此外呢 火土合在水瓶一定也会有所谓的民情 舆论喔 或者是跟网路科技有关的一些事情 陆陆续续在发布当中 很可能科技业呢 在这一波的动乱当中呢 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 或值得依赖的一个作用喔 让他奋力一搏 很可能就会让我们感受到了某一种希望跟可能性喔 可是呢 相对的 舆论的压力也可能是让当政者相当头痛的一个问题喔 尤其是慕名即将合相了 慕名即将合相在摩羯也意味着 各国政府的比赛到这里已经起了一个关键作用 也就是我说的群雄并起喔 你是真的英雄还是假的英雄 也许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慕名合相摩羯的时代 我们就可以看得挺清楚了喔 以及你能够做好管理吗 你有你懂管理的艺术吗 或管理的够不够 该研的地方研 该松的地方松 能不能拿捏呢 都在本周会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剧情发生 我们来看本周还有几个星象喔 就是周二的时候 3月31号火星即将进水平了 我们都知道火星的交接代表着火能量相当的强喔 所以每个人还是要注意火的部分喔 尤其是老旧的电线或家里的电缆这一类的 有没有走火的可能性喔 如果这些线已经有点坏掉了 就建议你平常都可以用 但这个时候尽量避免不要用喔 否则的话的确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喔 那还有呢在网路上如果你跟酸民吵起来 说不定也吵得沸沸扬扬的或影响你的心情 甚至影响你的决定 另外本周六还有一个星象就是金星 金星要移动到双子座了 金星要从万位离开 当然它可能让我们之前的某一些 还能够从生活中找到一些小确幸乐趣 我们的价值评估接下来会随着金星把我们的注意焦点放在 所谓的朋友或别人 或者是新闻媒体上喔 所以新闻媒体的credit信用可能在这个时候也会彰显无遗喔 有一些人他就是让我们觉得值得信赖或他的消息灵通 或者是他见多试广或他非常的有内涵内容 就会引起我们对他的关注 所以各家媒体可能也在这个时候可以好好的决胜一下 争取发光发热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 以工作上来说巨蟹射手的水平跟双鱼是有影响的 巨蟹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很可能有扩张上的困难度 所以也许因为行程的改变或者是不方便去再多做些什么 那你就要改悬易册了 可能在工作上的布局要改变一下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发光发热 所以很适合比如说担任自媒体啊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发言人啊 或者是以你为主的场域你都能够表现得很好 另一个呢是水平座了 水平星座的朋友在本周很适合开启新的计划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新规划啦 或者是想要创新啦都会有不错的成绩 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在工作方面会有众说纷纭的问题哦 那这些意见呢有的是非常宝贵的 可能来自于不是那么熟悉的朋友 但是他们的意见很聪明 这可以接纳 可是也会有很多七嘴八舌 你要小心分辨 我们来看爱情方面 那是金牛 狮子 天蝎跟摩羯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呢 在这一周就是聚少离多 或者是你有点无趣 别人很想要浪漫一下 但是你没有接收到 所以要当心哦 可能太务实了吧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 你比较有自我一点的倾向哦 虽然你用你的方法表现你的爱心 或表现你的爱情 别人知道你很用心 可是他们也会觉得 你有点自我担忆了 所以有时候要去看一下 对方需要什么比较好 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 有可能跟前任 有关的事情会让你 比如说被访问到啦 或者是心情上面 你有一些想法啦 或者忽然间回忆起对方啦 这一类的百味杂成的经验 那另一个呢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呢 目前是各种可能性哦 所以最近你有点桃花朵朵开 你自己的心情也蛮想谈恋爱的 所以最近看到谁 都有点粉红泡泡哦 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 那是白羊跟天平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在金钱方面 可能有一点伤脑筋 尤其是类似手续方面啦 或者是有一些规则原则 条款如果没有看清楚 那的确会为你带来一些麻烦事 另一个呢是天平座了 天平星座的朋友 在金钱方面 你如果很不经意的话 就会多花很多钱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要 把螺丝拴紧一点 比如说价码看一下 然后计算机拿出来算一下 都会有帮助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哦 那是双子跟处女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你的健康问题就是老问题 还在处理当中哦 所以如果你的问题是疲累 或者是工作上有可能有危险 有一点可能受伤 这些直觉都一定要特别小心哦 另一个呢则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则是比较容易筋骨扭伤 或跌打损伤哦 那尤其是工作上某一个姿势维持久了 很可能也会带来麻烦的问题 自己当心